万圣节的习俗 每年11月1日是西方的万圣节 万圣节又叫诸圣节 是基督教的传统节日 每到万圣节来临之际 人们都会举行各式各样的活动 南瓜灯是万圣节的象征 万圣节时各家各户都会买来南瓜 这些南瓜经过雕刻 会变成一张张阴森可怕的脸 然后在里面放上蜡烛 从而变成南瓜灯 在万圣节前夜 孩子们会穿着各种稀奇古怪的服装 提着南瓜灯 去敲响别人家的门 同时喊Trick or Treat 以换取别人的礼物 调苹果也是万圣节中 非常好玩的游戏 这个游戏要求参赛者 从一个装满水的大盆中 用嘴雕出苹果 最先雕出苹果的选手获胜 并且在整个欧洲 人们都把万圣节前夜 看作讲鬼故事 和互相吓唬的好机会 作为西方最受欢迎的节日之一 万圣节已逐渐流行到世界各国